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咨询奉告》 今天邀请到民政总署的代表陈嘉慧先生 上来的节目 陈生你好 你好 本老的食肆临立 民政总署作为其中一个发牌和监管的部门 可否提醒各位经营饮食和饮料场所的人士 在日常营运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食肆负责人需要保持场所、环境卫生及清洁 避免滋生老鼠和蟑螂 定期清理油烟过滤系统及隔油井 所有消防系统及设备要保持良好运作 绝对不可擅自改动场所间价 以及在天井或公共地方抗充营业范围 另外液化射油器及液体燃料的容器 必须存放在具备足够内火能力 且需独立建造而成的墙壁及门的存放中 在一般的情况下 食肆可以存放多少液化射油器及火水 除了场所获批准另行设置燃料房之外 在一般情况下 场所的厨房都不能存放多过四罐满或空的 而且总容积超过120立方分米的液化射油器 至于火水的总容积也不能超过20公升 另外 场所负责人需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承办箱检查 燃气喉管及楼具等设备 并保留有关单据 以便权限实体浸查士能够出事证明 假如食肆违反了法例的要求 他们会否受到处罚 可否举例说一下 如果食肆违反防火安全、环境卫生及清洁方面的规定 可被罚款澳门币1万5千元至3万5千元 如果未经许可擅自改动场所间价、区域用途及扩充营业范围 或使用未经核准的设施设备 可被罚款澳门币7500元至1万5千元 而法例亦规定饮食场所应该有一名负责人 确保场所运作、有关设施及服务符合法例规定 否则可被罚款澳门币2千5百元至1万5千元 在此,特别提醒饮食场所 如果需要调整餐牌价格或服务收费时 必须预先通报本署 并且在餐牌上明确注明相关收费 否则可被罚款澳门币2千5百元或5千元 最后,如果违法者在所指定的期限内 仍未将违法行为纽正 将可导致被封墙的后果 不时都有部分新开的食市门口 张贴事业的雄纸 其实这不是合法的经营呢? 根据现行法例 并没有允许食市有事业的情况 所有食市场所的设施设备 必须符合法例要求 并在获发出牌照后方可对外开放营业 如果场所在未获发牌照的情况下 对公众开放营业 可被罚款澳门币1万元至2万元 并处以立即封闭场所 顺带一提 现在市民亦都可以登入 萤幕上显示的 饮食及饮料场所一站式 发牌服务专题网页 就可以知道有关场所 是否已获发牌照等相关资讯 大家如果对今集内容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市民服务二线 2833-766-766查询 今集谢谢陈生一介绍 谢谢阿希 节目时间到了 再见 再见 詞曲 李宗盛